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我是谢霜来看新闻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13号举行福建省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主题新闻发布会 会上邀请了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民政厅财政厅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就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决战脱贫攻坚发布相关情况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之年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进一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 和福建省委省政府 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 从13号开始 举行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活动 首场发布会上 福建省委农办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省扶贫办主任黄华康 介绍了相关情况 始终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托贫的基本荒料 熟悉推动产业 就业 搬迁 金融 教育 健康 第一步斗底等 各项扶贫政策措施 精准弱势 今年以来 我们在产业扶贫上 指导发展产业扶贫的项目 达到13万6千多个 作力促进 发展生产 增加扫入 在就业扶贫上 通过提供岗位信息 技能培训 增设公益岗位等办法 多其道帮助 13万6千7百多个 贫困家庭劳动力 直接来就业 发布会上 福建省财政厅也介绍了 当前在各级财政 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 如何确保资金落到实处 更大发挥效益所做出的举措 一是坚持按照省副总则 视线抓落实的机制 不断健全部门协同 上下联动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 压实视线监管责任 二是在全国率先建立 扶贫惠民资金 在线监管系统 通过系统的源头比对 资金跟踪 实时监控 信息公开 诉求反馈等 实现对37项扶贫 惠民资金流量 流速 流向 全过程在线监管 三是强化扶贫项目资金 全过程绩效管理 实行绩效目标 与预算安排 同步批复下达 对预算执行情况 和目标完成情况 实施双监控 做到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四是加强对重点 帮扶对象 补助资金的监管 确保政策资金落实到位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养心用好药 百年一安宁 本栏目由一安宁丸赞助播出 继继续来看新闻 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在即 台湾地区至今没有收到邀请函 按照世卫大会的组织程序 大会开目前一周还没收到邀请函 就可以确定出局 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不死心 动作不断 蔡英文邀民众写下所谓宣言 吴钊燮大放厥词 陈时中也频频投书媒体 妄图拉高参加世卫大会的声量 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在即 民进党当局又拿出 往年撒泼打滚闹场的架势 似乎削尖了脑袋 也要在大会中争取一席之地 12号蔡英文透过脸书 邀请民众一起写下所谓宣言 表达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决心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燮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公然抹黑大陆 还叫嚣称 台湾非中国一部分 有权参与世卫大会 大放绝死 而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则是在泰国 韩国 荷兰等国媒体 发表文章 分享所谓对抗新冠病毒的经验 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 在岛内升高参与世卫大会的音量 一方面在国际上加码拉拢 继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5月1号发起 每天在脸书贴文 声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后 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11号开始 也每天在脸书粉丝团 以中文日文贴文 表达同样支持 另外 新西兰外长 彼得斯日前声称 其个人支持中国台湾地区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他还妄称台湾是所谓国家 但强调只是他个人看法 随后 新西兰财政部长 格兰特·罗伯特森 附和了彼得斯的观点 对此 新西兰总理 杰辛达·阿德恩 在12号的疫情记者会上 紧急灭火 尽管民进党当局小动作不断 但必定会以失败告终 根据世卫大会组织程序 大会18号开幕 在此之前一周 台湾还没收到邀请函 以确定出局 对此 中国国民党籍不分区民代 陈以信近日受访时表示 民进党当局在推动 重返世界卫生大会上 是左手打右手 前面在国际上 跟世界卫生组织伴嘴 现在又希望世界卫生组织 能网开一面 让台湾进去 陈以信认为 民进党当局 争取所谓国际支持的策略 已经推到极限 仍然无法达到目的 应该要认真思考 改善两岸关系 才会是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最有效的途径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 我的同事 东当卫视驻台 新闻观察员艾科竹 来看看岛内媒体 对此事都有哪些观察和评论 好的 科竹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霜 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倒数计时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 台湾再次被拒之门外 几乎没有悬念 台湾旺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别看美国嘴上为台湾出头 摆出一副全力帮民进党当局 躋身世卫大会 甚至是世卫组织的模样 但是事实上 美国人打台湾牌 还是很精打细算的 所谓美台关系 看似火热的背后 更多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和吴钊燮的投名状 付出的代价 却是台湾社会 所谓反中情绪的节节攀高 两岸关系的美况愈下 美国一边对世卫组织 弃之如必喜 一边却又张罗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这怎么看都觉得矛盾 显然美国有自己的盘算 文章进一步指出 美国不只在台湾参加 世卫大会议题上 虚与威仪 其整个对台政策 都秉持的是美国优先 例如特朗普上台以来 签署了多项所谓的挺台法案 但是真正执行的却不多 然而为了这些空头法案 民进党当局在幕后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包括武器采购回扣 以及编列预算 设置数百万免税额度等等 说起来啊 这美国人打台湾牌 还真的是一本万利 但是文章也认为 民进党当局 其实对美国的老谋深算 和明哲保身 也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仍然是乐意配合美国 假如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再次破局 民进党就可以再次 向大陆泼脏水 然后大吹特吹 让台湾民众以为 蔡英文由美国当靠山 文章提醒 民进党压保美国遏制大陆 所以就冲在所谓的 抗中第一线 干当美国的马前卒 在美国国际信誉 和领导力衰弱的当下 仍然全心全意 紧抱美国大腿的 好像也只有台湾 其实美国所谓挺台 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两岸关系 才是台湾安身立命之本 民进党当局 切不可对美国一边倒 要谨慎地维护好两岸关系 避免因小失大 给台湾带来祸端 我是艾科主 以上就是我今天 在台北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 交还给福州 谢霜 好的 谢谢科主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将于5月20号展开第二任期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配合520布局 台行政团队 在今天提出总词 而后续的人事安排 目前陆续拍板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确定许认 台办秘书长 由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苏嘉全担任 至于民进党秘书长一职 则落在台行政机构 前副职负责人林希耀身上 这么笃定 或者该说这么高调承认的 真的不多 台行政团队其他成员 对人事问题能闪就闪 你好像内阁交总辞了 这部分有被征询要留任了吗 因为外界都说您会这边 确定几乎留任了 不谈这个了 那部长有在准备 下一个阶段的布局了吗 听到下一阶段 赶紧说没有了 免得被联想 已经在布局县市长选举 因为已经传出 林嘉隆有意转战桃原市 而台文化部门主管郑立军 以照顾小孩为由坚定求去 不过台媒分析认为 郑立军求去 实则与规划参选台北市长有关 蔡英文将于5月20号展开第二任期 人事调整 这周末就会陆续拍板 相对明确的是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确定续任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苏嘉全 接下蔡办秘书长 台行政机构前副职负责人林希耀 则出任民进党秘书长 台媒认为 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确定续任的前提下 台行政团队改组幅度应该不大 此外 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13号最后一次主持民进党中场会 会后接受采访时 他否认了外界关于他将接任 台考试机构负责负责人的传闻 同时他表示 蔡英文将在5月20号就职后 当天下午2点赴民进党中央 完成党职交接 再度接下民进党主席一职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发出其母亲病危的消息 党内所谓独派 借此又操弄其所谓特赦话题 还有台媒爆出 陈水扁找上了蔡办秘书长陈菊 希望他可以从中协助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陈水扁与母亲节前夕 在社交群组贴图称 医院多次发出其母亲的病危通知 图片下方还写有所谓 平反扁案等字样 岛内所谓独派团体 12号跟进发出声明 提到蔡英文曾紧握 陈水扁母亲的手 并称盼蔡英文能还陈水扁自由 了陈水扁母亲心愿 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 这个贪污犯陈水扁 连老妈病危的照片 都要拿出来利用搞所谓特赦 其心可诛人神共愤 还有网友讽刺说 悲情演出八点档看多了吗 打悲情派还不够 所谓独派还把520蔡英文就职 看成是操弄涉扁议题的大好时机 这个应该限制到一些法律的改变 法律的修正 那目前到520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应该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成讯 民进党主席卓蓉泰在交棒前很坦白地说 现在要所谓特赦陈水扁不可能 毕竟陈水扁涉及13大案 其中8大案已定验 包括龙潭购地案在内 加起来判刑20年 但还有5大案 因陈水扁的健康因素停止审判 不过岛内媒体又爆出 陈水扁近期找上蔡办秘书长陈菊要求协助 据传蔡英文也就涉扁事宜进行过讨论 而陈菊3月份在一次内部会议中 邀及相关单位广泛讨论所谓特赦议题 秘书长他因为先前在高雄市担任市长的期间 那阿扁他本来就居住在高雄市 所以我们很多南部的乡亲 希望能够让阿扁可以行动自由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研议案 对于所谓涉扁的可能性 蔡办警回应 确保陈水扁获得最好的照顾 早日恢复健康 13号有媒体在社交群组询问陈水扁看法 陈水扁则在群组回应 尊重蔡英文职权 高雄市长韩国瑜身陷被罢免危机 面对罢韩势力挑战 国民党和韩国瑜团队开始拟定策略 展开反击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强调 党中央会跟高雄市政府密集合作 也会要求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每周到高雄考察 帮忙宣传市政 让民众看到韩国瑜的政绩 江启臣的这个态度 挺韩民众等了好久 国民党终于清楚明白地力挺韩国瑜 江启臣表示 我将通过委员会考察的方式 协助高雄市政府争取更多的建设预算 党部也已成立营营小组 由我担任召集人 加强各项工作的联系 江启臣表示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将会动起来 每周会有党籍民代到高雄考察 另外国民党文传会也会到高雄 帮忙宣传市政 要用政绩反击罢韩的声音 国民党秘书长 反罢韩小组召集人李乾隆 11号特地前往高雄 跟地方人士参序 王金平子弟兵 高雄农会总干事萧翰俊 还有高雄市议会副议长 陆书美都到场 这是否意味着 王金平默默出手救韩国瑜 感谢王院长这样愿意挺身而出来 为我们韩市长来说句 几句公道的话 韩市长他在5月21号走位 应该会有一个对外 一个公开的说明 国民党要决动作频频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修钢管居民播出 继续来看新闻 所谓港独头目黄之锋 近日带头碰瓷周杰伦 日前周杰伦在脸书发文 为台湾受虐儿童发声 而这则贴文却被黄之锋 硬生生贴上了周杰伦 为所谓遭香港警方虐待的孩子 发声的标签 11号傍晚 台湾艺人周杰伦在脸书写道 时间可能可以抚平外表的伤口 但不一定能抚平内心的恐惧 帮助受虐儿需要你我更多的关心 他还标记了 我看见疼痛 你重现笑容的内容 以及台湾家福基金会 和113保护专线 周杰伦本意是要声援 台湾家福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没想到当天晚间 黄之锋就转载周杰伦这则贴文 将内容扭曲为 周杰伦为所谓遭香港警察 虐待的孩子发声 并附上了所谓港独口号 在黄之锋转发后 由港独网民一拥而上 在周杰伦这条消息的评论区 玩起了刷屏控屏的把戏 然而港独分子们 所谓的香港警察虐待儿童 纯属子虚乌有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在10号的尖沙嘴海港城 非法示威活动里 有12岁男生和16岁女生 以记者身份参与其中 警方认为 二人属于非法同工 将其带回警局 经批评教育后获释 由父母接走 面对黄之锋们 如此起劲的自导自演 有香港网民表示看不懂 为什么说他为香港发声 自立行间看不到 很明显他不是讲香港 这都要占他便宜 香港关周杰伦什么事 拖人下水 有人则喊话 放过周杰伦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根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 5月14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 全球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434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9万例 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不少国家逐步实施解禁措施 对此 世卫组织提醒 新冠病毒可能将长期 与人类共存 各国应谨慎解封 当地时间13号 俄罗斯连续第11天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1万例 尽管政府已经于12号宣布 停止全国统一假期 但俄罗斯复工复产 并没有全面放开 而是以部分地区 部分领域企业 逐步解冻的方式展开 根据俄罗斯政府的测评 俄联邦85个地区中 已有11个地区 达到可放开防疫限制措施的标准 在德国 德国内政部长 泽霍费尔13号宣布 德国政府将从5月16号开始 放宽于法国 奥地利和瑞士的 边境管制措施 如果疫情进一步好转 将于6月15号 彻底结束与三国的 边境管制措施 重开边境 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天再次提醒公众 对疫情保持警觉 继续遵守政府 因应疫情推出的各项新规则 避免疫情卷土重来 在亚洲地区 解除管制的措施也陆续展开 日本政府13号确定了 解除全国共39个县的 紧急状态的方针 鉴于东京大阪等 八个都道府县 仍有一定数量的新增确诊病例 此次暂未被纳入解除范围内 这些地区将继续呼吁居民 避免外出 并于一周后的21号 重新做出研判 面对不少国家 开始逐步实施解禁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各国 解除封锁措施需谨慎 当地时间13号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表示 新冠病毒可能成为长期问题 很难预测 何时可以战胜病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出建议 敦促任何国家保持最高警戒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3号上午抵达以色列 进行为期数小时的短暂访问 他与乙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耶路撒冷举行会晤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蓬佩奥在声明中 呼吁加快推进中东和平新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今年1月28号 公布所谓的中东和平新计划 该计划在耶路撒冷归属 犹太人定居点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 偏谈以色列一方 而无视巴勒斯坦方面关切 中东和平新计划公布后 巴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当地时间13号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缘三读通过法案 允许通过远程投票的方式 为选举和全民公投投票 法案规定 在举行国家机构 地方自治机构选举 以及全民公投和地方公投的时候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可以组织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 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远程投票 据了解 远程投票或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此前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投票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 沙特与俄罗斯两国能源官员 13号通电话并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两国坚定致力于 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和加速恢复 供需平衡 声明指出 沙特和俄罗斯对近来市场数据 曾改善迹象感到欣慰 尤其是石油需求的增长 两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协议 表示支持 并相信其合作伙伴 将继续遵守各自减产承诺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 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近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见